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连续型随机变数 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 间断型的随机变数的一个 一个就是细分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要画的是直方图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直方图 直方图跟我们的长条图 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直方图的话 它的高度对应的是它的几率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有一百位出生儿的体重 它就做了一个直方图 好,我们做直方图是这样的 各位同学看一下 它跟长条图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外表是一样的 但是同学看一下 四这个地方 它的左右间隔是一 高度指的是它的几率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五磅的话呢 占了多少 百分之四 六磅的呢 占百分之十六 按照这样的排列下来 这个叫做直方图 那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这个地方因为宽度是一 一乘上它的高度 这就是面积 那么这里所有的直条的总和 加起来面积是多少呢 就是一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指的是它的几率 好,现在我们来想想看 应该是说 这边的话呢 是四磅 五磅 六磅 难道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吗 有六点五磅 七点三磅 有没有呢 当然是有 假设我们要是把这个图啊 把这个这个表再来做细分的话呢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来我们做个细分 那同学看了 哦 这个是更细了 我们把它分得非常的细 那这个图形的话呢 就一样的 它是可以越来越看得出一些形状了 如果说我们再把它分得更细 细到非常非常的细 那么我们将会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这个就叫做连续型的 这个是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各位同学你要注意的一件事哦 刚才我们那个那个直方图 上面这个所对应上去的 这个这个高度 指的就是它的几率 今天我们这个连续型的 这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它是没有办法 呃 就是又算出来一个点的一个几率 它只能算得出 一段区域 所发生的几率 就是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底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那么这个呢 这个6顶上这个这个点 这个高度 并不是它的几率哦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那我们要计算几率 我们只能够用的是一个区间的方式去计算 没有中间没有围出一块面积 是不能够算出几率的 几率密度函数 这是在连续型的这个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都是称它为几率密度函数 这叫做pdf 这是probability 这是density function 那么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基本性质 曲线底下的总面积一定是1 这个是几率是1 这是没有问题的 几率底下是1 这里所有的面积 从负无限大的无限大 它所围出来的面积是1 然后 a到b之间表示 由a到b所围出来的面积 也就是这个是几率 几率采用的是 a到b之间 这是我们的density function 由a到b之间所围出来的 这当然这里都一定都是真的 再过来的话呢 横正或等于0 几率函数的话呢 我们一般的话连续型来说的话呢 这边 这边会到了 也可以到0 也可以到了正负无限大 那么 记得一件事 几率密度函数 绝对都是在 x轴之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几率密度函数 有哪些形状 首先我们要介绍右偏 screw to the right 右偏是什么形状呢 我们来画一下 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叫做右偏 那同学会说 这个好像 这个头的话呢 都靠左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右偏 右偏的定义就是说 它有一些极端值 在右边 这个极端值 这个地方 大部分的话呢 的值的话呢 都在靠左边这边 有长长的右尾 我们就称为右偏 那再看下去 左偏 既然我们学会了六偏 我们就当然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左偏了 左偏就是有长长的左尾 资料偏在右方 这是左偏的形状 这个在我们的 现在目前所用到的比较少 我们大部分的都是采用的是 用偏或者是对称 那么我们来看看对称 symmetric 这种是最常见的 常态的 或者是 t分配啦 或者是 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的 这种 左右对称的 就叫做 对称型的 几率分配的 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要看看 期望值是怎么算 在连续型的 这个随机变数的 期望值 它的定义很简单 期望值的话呢 跟间断型的很类似 间断型的这个地方 是summation 是一个sigma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x x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它所形成的这个积分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这边是负无限大的 无限大 那要看什么呢 要看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是怎么定义的 如果它限定的范围 我们就依照 这是意思是所有的范围 那么变异数的定义 是怎么做呢 变异数跟 这个连续型的 跟间断型的 其实也是很像 这个地方 sigma改成积分 x减μ的平方 这是我们的观测值 这是我们的母体的 这个是中心 中心就是期望值 它距离的平方 乘上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这个就是我们 变异数的定义 那我们要是计算变异数 就依照这个定义来算 或者是我们以后 有教一些其他的定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定义来算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变异数的算法 这个地方 变异数 这个定义的话 常常我们计算上来说 并没有那么方便 我们可以导出一个 比较常用的一个写法 这个地方 x减μ的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 a减b的平方 等于a平方 减掉2ab 加上b平方 好 那现在我们把每一个都乘进去 乘进去之后 我们看一下 一共有三项 一项 两项 三项 那么我们发现 第二项 跟第三项 好像 有点关系 可以合并哦 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直接分开来 没问题了 第二部分 这个地方 2μ 2μ 这个地方有一个2μ 然后呢 这个积分 第二个部分 2μ可以移到前面去 积分 的性质是说 我们数字的可以拉出 积分符号之外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 期望值 就是我们的μ啊 那这边又是 加上μ平方 因为 从负无限大 积分到无限大 它本身来说的话呢 这个不用说 它对x来积分 它就是1 所以后面是 加上μ平方 那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是 减2μ 平方 加上μ平方 所以一共是 减掉一个μ平方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 一个最后的结论 这个结论 我们建议各位同学 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们在后面 常常会用到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平方的 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各位同学记得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个就叫做 变异数 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介绍说 连续型 其实可以看作是 间断型的一个推广 连续型的这个随机变数的话 它要用积分来表示 所以它在单点上来说 没有不能算单点的几率 我们可以把这个单点的话 往外扩增 向左向右 一定要有一个区域 我们才能够算几率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弄清楚了以后 我们对于这个连续型的 这个随机变数 我们就会比较了解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以查表来应对 因为很多同学的话呢 在微分跟积分上面来说的话呢 比较弱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计算 那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以查表来应对